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全台湾最喜欢用涨停版写日记的频道 我是David 来节目开始之前先恭喜好朋友们 我们继续用涨停版写日记 包括今天涨停的653A爱普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 所有订阅David的频道朋友 你一定都有 因为我送过很多次了 另外一档就是David跟大家分享的 包括上礼拜演讲会我有讲 今天一刻的好朋友们就那几档 除了爱普之外 3443的创意今天也涨停版 恭喜全国所有会议好朋友们 不过今天节目的重点 不再股票涨停 但会议好朋友们 咱们一张都没卖 今天节目的重点不是涨停版 今天的节目重点是怎么来的 过程 永远比结果来的更重要 这才是David今天节目的主轴 好 那好朋友们 我们今天正式开始 喜欢David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来 今天先秀一张字卡 这张字卡有一点点的久了 因为是去年4月的 好 但是讲这些字卡之前 我觉得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好了 我说的过程是什么 请看好第一张字卡 今天先恭喜全国好朋友们 股票涨停版 那涨停版呢 是已经一张280元 恭喜朋友们 如果您去年11月的第一个礼拜 来跟我一起买APP的朋友 您的股价是300元 今天股价一张已经轻松赚了280元 股价是580是3块钱 尾数不用算的 几根涨停也不用算 因为这个太无聊了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这样的涨幅 从去年的100 4月份 去年的11月份再买300 到现在580元 怎么来的 这才是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之处在于说 我记得有网友在底下留言问我说 老师 什么叫做在多头的泡沫中 欣然的游泳呢 其实去年的艾浦到今年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吗 我慢慢聊 那各位稍微仔细听一下 把这一招学回去 包准你受用无穷 它是一个观念很重要 请看我的字卡 艾浦David怎么知道的 我跟大家讲给你听 首先呢 这是上次跟大家讲的 每当泡沫来临时 总存在两种人 有一种人会越来越聪明 他一直告诉你 居高思维 泡沫会破灭 台北股市总有一天会回党 废话 用猜的谁不会 但另外一种人 欣然的在泡沫中游泳 前面那种人呢 会越来越聪明 后一种人会越来越有钱 那很显然 全国所有订阅本频道的朋友们 对我说的就是你 我们选择的是后者嘛 要越来越有钱嘛 那怎么做呢 刚刚讲的那一段话 乍听之下非常的空泛 有说好像没说 对乍听之下就是一句废话 可是对David而言我非常受用 因为那是个心态 什么样的心态 还记不记得David上礼拜的演讲会我讲的 不要预设立场 加权指数也是如此 个股更是如此 怎么说呢 来全国观众好朋友们 昨天的节目David有没有讲 台北股市很像去年的12月22日 有没有 没有了自己去看重播 我昨天的车票写的 好似就是好像 那个David有群香港的朋友 他们都用好似 语法的不同 好似去年的12月22日 什么意思呢 请看我的电脑 好朋友们 那今天股票涨停 我就不再多说 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放这 我们本来放在 怎么用 怎么去运用它 来全国观众好朋友们 糟糕 好没关系 今天 好还好 刚刚电脑一点不听话 你看吧 股票一直涨停 涨到让人家不爽 来昨天是1月12日 这一根黑K为什么跟去年的12月22日很像 去年12月22日是黑K跌200多点 那一天是整个12月份整理完的起涨点 对不对 当天发生了 历经253天的本土出现的加1 昨天是加2 我昨天录这个节目是盘中11点多 我先跟你讲 有吧 所以你是我的客户 你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们 昨天台北股市这个震荡你绝对不会被洗掉 搞不好你还会加码 你会跟我一样去加码去捡便宜 所以今天手上的股票大涨或者涨停板 其实对你而言 是理所当然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跟David刚刚讲的一段话有关系 欣然的在泡沫中游泳 因为我David跟全国所有好朋友们 我们不预设立场 我不会认为台北股市15000点是高点 我不会认为台北股市16000点就是高点 我也不会认为台北股市一定要涨到什么位置才是高点 我们在意的是 当时所产生的现象 他如果符合 那我们知道OK 获利老歉 如果没有之前呢 那就一路赚 那就是一路赚 你管他股票涨五倍涨十倍 继续赚就对了 艾普也是如此 4968的利基也是如此 那3228的金利科 当然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 包括小艾普 小金利科 金玉满堂 低润相关的股票 通通通都是如此 把这段话记清楚 来紧接着我们直接实战教学我怎么做的 请看我的字卡 所以今天节目呢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让你赚到钱的 首先是去年4月13日 全国所有朋友们你都有收到 我买653艾普 时间是4月13日 早上9点23分 好死不死买完当天涨停 隔天又涨停 好 当天我买完 来观众朋友们是9点23分 9点23分 10分钟之后 Devitt直接放在盘式直播 所有有加入Devitt Line H生活圈的朋友 您都有这个 这是免费功能 盘式直播 你打开 你看我这个东西到 这是我去年的 到今天 好全国好朋友们 如果您是刚刚才跟上 老师我今天在看你节目 我来加盘式直播 你昨天的去年那个还在不在 还在 它不会不见 不会被洗掉 所以你现在回去看 去年4月14号 Devitt确实在那个时间点 9点半 我就告诉你 我买艾普了 免费送 而且我来告诉你 这是我最爱的股票 为什么 其实去年一纸人问我说 老师 艾普是个妖股啊 那就没什么贪钱 起到这乡 长这么凶 没有赚钱 好朋友们 其实股价 永远都在反映未来啊 对不对 为什么Devitt对艾普 这么的情有独钟 这么的有兴趣呢 现在时间是1点半快收盘 今天是1月13日 我们花5分钟来聊一下吧 如果你愿意听我讲故事的话 如果刚年前啊 Devitt第一次认识艾普的时候 他才50块而已 那时候我就耳闻啊 历经有一天会变成利基电 对不对 重新回来 应该434年前的 我记得没记错 4年前以上 只有4年了 那时候我就一直在追踪艾普这档股票 到底在涨什么 不过我先讲 那个当年的艾普真的不赚钱 直到去年 前年 就是我们去年那个疫情发生的前一年 这12月 我看到艾普的股价突然发动了 当然了 涨上去我不一定会追 我是等到去年3月疫情杀完之后 我去年4月份 就刚刚各个画面上看到了 4月13号去买的 当时股价100块出头 102元 当然那一波 然后上去之后我也讲很清楚 我说希望丑哥好朋友们如果您 认识Devitt比较久的 你知道Devitt非常有能力 赚大波段的朋友 不妨 跟着我期待一下这档股票 艾普的上半年 才赚1块钱去年 艾普的去年的前三季才赚3块多 但现在股价已经583块钱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可以从很多坊间的媒体 包括专家分析师 很多很善于 吹捧或是讲述 或者是舌颤人花的人身上 听到艾普的基本面 3D堆叠技术VHM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 我相信你现在查得到 可是我们想知道的是 各位好朋友们 您如果平常在看Devitt的节目 去年11月 在利基店6770 利基店新贵前的一个月 我不就先跟你讲过了 要先买艾普吗 至于原因是什么 今天是公开的节目 不是我的演讲会 我就点到为止 因为上次12月1号的演讲会我讲过 我讲了什么 去年12月1号演讲会 Devitt刚刚讲的 刚刚那一段 就是我去年12月跟你讲的 而且我也跟你预告了 当时去年12月1号 我再跟你讲艾普会创新高 所以你压回来这一波 去年的12月20几号 Christmas前夕 您当时如果还没进场买艾普的 所有跟上会员的朋友 我们都买380跟390 就算你买的比较贵 到现在为止 你的艾普也赚200块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 我说老师怎么在泡沫中 欣然的游泳有什么关系呢 来好朋友们 各位没有想过 既然艾普是个好股票 是个标股 你一开始就设定 它的基本面要好 你才愿意买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当它基本面很好的时候 股价不知道已经涨几倍了 而这个过程 从第一阶段 到后面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100 涨到500 第二阶段是300 现在涨到580 Devitt每一个阶段 都有带你进场 都有跟你讲为什么 甚至我还可以请你 我说上礼拜我讲过 我说艾普真的不要卖 原因在于 最近投信开始进场 至于投信为什么买 当然是因为艾普赚钱 只是赚多少钱 我不能讲 因为营收各方面的数据 都以公司公告为准 我又不是老板 这个不该由我讲 但我们可以先买好 对不对 所以你问我知不知道吗 这才是投资的美港 那至于这一档股票 最后会涨什么样子 什么时候就要获利老杰 我希望全国有订阅 这个频道的朋友们 Devitt的节目你要每天看 我会帮你追踪 那当然如果您喜欢 Devitt的好股票的 也不妨你直接跟上脚步 因为前几天Devitt讲嘛 我们有帮所有的新朋友 准备一档中低价股 那今天的表现 非常的不错 Devitt不是只有高价股而已 唯有50块以下的低价股 当然我要先讲 这一波很显然 如我所料 高价股的涨幅跟票汉程度 比低价股厉害许多 不是低价股轮不到 而是下一轮 也就是说这个高价股拉上去之后 这个涨幅这个空间拉开之后 自然会轮到50块以下的股票 所以确认好朋友们 如果说老师 我就是买不动买不到 买不起大艾普 买不起基尼科 小艾普小基尼科 这些我都送给各位了 金玉满堂也是 对不对 最近有人留言说 老师金玉满堂很烂都不涨 我觉得投资 要把自己的心态放轻松一点 你才会赚到大钱 前阵子12月份艾普不涨回档的时候 从450块艾普 来观众朋友们 我们直接看电脑比较快 来 因为作为个人讲 担保没了 来 6531艾普 来来来 6531 来我讲的就这一段 去年12月1号 David办完演讲会的时候 我会讲 你不要追 回来可以买 你看这个整整一个月 到这边 10月22日 David买380几 我那天才买的 中间我就没买 David的操作是非常非常简单 简明扼要的 所以我不会让你一直买 一直买 我说好买一点 我会进场 那这个过程如果真的 我就是受不了 我耐不住震荡 你被洗掉的 没关系 这个我觉得是 你跟David认识的不够久 但如果你新David认识 够久的朋友 你绝对不会被洗掉 就像David老客户 老朋友一样 这一棚我不晓得 他们艾普 有没有赚个几倍 我相信是有的 但前提是 你真的要去了解 什么叫做股票上涨的过程 它有很多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都和它固定的面貌 所以如何在股票市场 在泡沫中 悠然的游泳 请你把艾普 把经历科 把过去这一整年 您所掌握到的好标的 把它记起来 所有的股票 在一个上涨的过程 几乎都会长一样 听完这一段 今天这个节目 就会非常有价值 但我真的由衷希望各位 不是只有单纯属涨厅 不是只有用涨厅班 写日记 这样子而已 好好地把这个过程 烙印在你的脑海里 你今天赚的 不会只是艾普 你会赚的是 每一档 你所希望的标股 那David今天呢 就花一点点时间 跟你分享这个观念 手上如果说 老师 对不对 经济买堂很弱 小经济科还没办法 喷出去的朋友 我刚讲的 享受那个过程 你才会赚大钱 那节目最后 再度感谢各位好朋友们 我们继续用涨停板 来写日记 至于明天 轮到谁掌停 我们拭目以待 走明天见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资 104年金管 投资新资地 009号 资讯 资金 红 特otal 互 join 2 azar 感谢观看